Hello, 歡迎收睇最新一集的 Engadget Update 今天我們會為大家做一個手機開箱 看看大家, 我們都會在YouTube、Facebook和Yahoo TV播出 逢星期一晚的晚上10時 事不宜遲, 我們今天的主角是OPPO Find N2 號稱是全球最輕的一部大摺機 現在就拿著箱子, 我相信Eric仍未有這樣的想法 因為我拿起也有些重量 沒錯, 加上做到的感覺是比較矜貴 還有Hasselblad的標誌, 因為OPPO近一兩年都有跟Hasselblad合作 最初是透過OnePlus那邊, 現在就是OnePlus規隊 Hasselblad的東西, 去到OPPO的產品上 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轉去B-CAM 交給Eric, 你慢慢開箱 剛剛提到, 盒子是精緻的 首先, 感覺是有重量、有份量 然後, 上面其實也有不同的質感 在上面, 摸到有少許凸凸的物理 少許膠 對, 所以看到它也有些設計 只是盒子開始 一打開, 我記得好像上一代都是這樣的 都是一個升起的 做多次 其實機關很簡單, 都是用卡紙托起的 全部都是用卡紙托起的 但是, 整件事是挺有型的 整件事是上升了 已經看到了, 電話已經在 這部就是OPPO的Find N2 現在都已經包住了黑色膠紙 所以, 我就不找它 看看裡面的鹹線 很快 其實都很簡單 這個圓形的紙盒, 蓋著一條線 亦是快充的標準USB-C、USB-A的數據線 它快充是用OPPO獨家的Super VOOC 67W的版本 它當然有跟隨它的充電器 67W嗎? 67W 不算大舊 也算輕瘦 如果你說快充的話 當然, 其他牌子去到一百多 67W會不會很小呢? 其實我都算很小 我都覺得已經很夠用 可能現在是很快 你說67W, 夠不夠用? 我覺得還好 聽說它的充電速度 沒錯 首先, 我要說回 上一代, OPPO Find N 它支援到好像33W 即是加倍了 這一代, 首先說電池 它跟上一代差不多 現在是4520毫安 4520毫安 上一代好像剛剛是458毫安 所以分別不大 現在有了67W快充 用42分鐘左右就已經充滿 42分鐘, 充滿4200毫安 其實很快 4520毫安 簡單來說 10分鐘便可以由零去到37% 所以趕著外出 夠了 十分鐘便可以外出 現在的快充 其實主要是說 最初的十分鐘充滿 而不是需要多少時間才充滿 現在呢 其他的東西 這個又很棒 我記得你上一代是投訴 它沒有跟殼 沒有跟殼, 另外買的 這次它連結了 沒錯 做法是類似Samsung那種 就是有一個背蓋 再加上正面的一個框 裡面有少許膠紙幫忙黏住 否則很容易脫掉 始終它邊緣都做得很薄 沒錯 只靠筍位就吃不住 有少許膠 都是這些摺機常見的做法 小米沒有正面的框 只有背蓋 但OPPO是兩邊都有 整部機就可以包住 小米後面有支架 這方面 如果這部機都想有支架 就要去披掉 這個就有個假的黎絲皮 有少許質感在上面 但這樣也預計到 這部機是真的幾小 很小 裡面再開啟 其實都是說明書 卡針等等 沒有太大的特別 我們就可以 基本上開箱完成了 收藏這個 我們可以收藏這個包裝盒 進入我們的主角 就是這部的Find & 2 Find & 2 它就在這張保護紙上 已經提醒大家 溫馨提示 有這個精密結構 不要在中間接奪的位置 用力按下去 這些都是大頭盔 其實後面也有跟大家說 我也覺得挺有趣的 如果你是貼那些UV貼 是 它就是說 正面那裡 就不要被膠水 放進他的廳筒 那裡 就叫大家小心一點 可能有機會是其他機 出現過類似災情 不得不要這樣 故意提醒大家 就像Samsung之前那一塊 那樣的Screen Protector 每個手行都撕掉 到最後都要故意提醒大家 那張不能撕掉 坦白說 你不提醒的話 我是完全忘記了 聽筒的部分 再加上下面就是SIM 兩張Nano SIM卡 另外就是NFC的位置 大陸機都很強調自己有NFC 因為他們真的沒有很大批的機型 有部分有在大陸的公交卡 各樣可以用到 他們比較喜歡二維碼的那些 這部機是黑色的掃皮板 它總共有三種顏色 沒錯 黑、白和綠 只有黑色才有掃皮板 另外兩種是玻璃背面 所以掃皮板反而是再輕一點 現在在說重量 反正這部機主要賣點就是輕 它是達到233克 233克 玻璃板 另外兩種顏色是237克 即是多4克 就算是237克 即是貴重一點點 都是比iPhone 14 Pro Max 都比i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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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Pro Max 其實比iPhone 14 Pro Max 都是跟Oppo相差med超過30克 我再說 混淆的Magic VES 跟小米Mix Fold2 以及Samsung的Galaxy Z Fold4 都在261至263克範圍內 相差很多重量 再說上一代的Find N 就跳到275克 上一代你都很喜歡用,但我很喜歡用 因為它的比例是黃金比例 所以我沒有特意帶一部舊機,看不出分別 但我給Mix Fold 2,你就看得出 其實我真的感受到重量 感受到重量,因為小米262g,新的OPPO233g 而且你這麼大塊,小米是明顯聚手一點 剛才提到尺寸,令到它後面會向後,重心會向後一點 這個細細部,起碼手掌,托住的位置都是比較高 拿起上手是比較舒服一點,容易用到的力 你知大陸手機很喜歡,封面就做一些紙紙 有時可以放一些廣告 起碼這張照片我覺得很漂亮,是講一些藝術品 我會馬上關掉它 提醒大家,OPPO Find N2 跟上一代一樣 都是中國限定的,暫時 OPPO 還有一款,他們會出一款 Find N2 Flip 他們第一次出一個 Flip 顧名思義,都是跟 Samsung 差不多 都是一個細節機 但我們就未收到 那一款反而會在海外推出 時間有待公佈 但其實不用說了,都是MWC 的時候 即是二月左右,我猜 但他們有 Find N2 還在研究到底有沒有能力去搞好它 因為始終你這個螢幕尺寸,要遷就的APP的數量是極之多 所以他們現在的焦點是先搞好中國那邊 即是小紅書、百度地圖、本地那些比較受歡迎的APP 先搞好 其實接機我又覺得 因為始終現在Android 本身已經多了一些 動態要轉大小的支援 所以這個想法我覺得是 保守一點 或是等待其他APP的開發者 即是真真正正做好了,再報告上去 他們才發展出來 如果不是,只會蝕 只會蝕 裡面這一塊柔軟螢幕,是最大的賣點 依然都是OPPO所說的黃金比例 其實是9比8.4 比較接近正方形 如果和Samsung的比較 所以 首先它是7.1吋 1920x1792 和上一代一模一樣 去到120Hz 亮度1550L 支援HDR10 Plus 現在仍然堅持要這個比例 就是他們說 這樣做到,如果是Multi-Tasking 可以左右的APP 的闊度 都是相對正常很多 都是的 有時候 接近正方的比例 看某些文件 都可能比較方便 還有這個比例 一接近 外面的螢幕 就是5.54吋 大過之前少少 這裏看到 亦是2120x1080的解像度 上一代只鎖死去到60Hz 今次外面都可以去到120Hz 亦都支援HDR10 Plus 亮度是1350L 裡面的壓力差少少 暗少少 OPPO在發佈會很強調的一個項目 就是它這樣的闊度 如果和Samsung比較的話 接近之後打字會舒服些 因為螢幕比Samsung更闊 而不用把鍵盤壓到窄 我應該換了Google的鍵盤 大家都知道Google鍵盤 亦都可以再調教案件的大小 還有我都要再講一講 裡面的螢幕 因為我之前第一代Find 都用了一段時間 我第一次開著Find N2 就立即看到裡面的螢幕 不是叫鮮艷度 是叫通透度 總之看得出 它少了一層灰灰的感覺 我以前用Find N2 眼是覺得 那些顏色的眼是差少少 現在它因為用了新一代的 柔軟OLED 顏色那些東西再升 如果大家有用Find N2 就會知道我說什麼 你一開著就嘩 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事 加上我可以再講 為何今次做到這麼輕 那麼多 就是它的柔軟螢幕 一來的膠 是比以前輕了 用少了零件 但更加重要的是 柔軟螢幕的底框 以前是用鋁合金做的 現在整塊東西換成探纖維 你已經想到 其實省到很多重量 是真的可以省一點 最後 這塊柔軟螢幕 他們聲稱 就是中間的摺痕 是窄了67% 摺痕即是這條 都看得出 是窄了 當現在反光情況之下 看到好像很明顯 但我們肉眼看 尤其是正面看 其實就根本不明顯 尤其是如果你直接 和Samsung那些機器比較的話 因為始終Samsung那些機器 他們可能為了做的量 就選擇了不採用 這些最新一代的教練技術 所以就做不到 好像Oppo、小米、華為 那些做到摺痕 好像將摺痕隱形了 的一個做法 是未做到的 其實 現在我正想說一個功能 正想說一個功能 這個就是一個 叫做Flex Mode的一些小功能 之前都沒有這樣自動打開的 但現在 你開到一半的時候 它就有得被你選擇用來看電影 或者開相機 這樣 對 原來現在是一個課程 你會看到 其他幾個不同的程式 都做了一些定制 其實是要調轉的 調轉了 對 對 這個模式 就變成 你沒有帶腳架 但想找個地方 擺定你的手機 來拍攝 就用Flex Mode Flex Mode 即使用這個模式 就不是新的 但 剛剛你見到 Launch那些 就是新加入的功能 讓你更加可以即時啟動這個功能 它其實是套了另一個Launcher 沒錯 更加自動化 更加聰明了 對 這個支持模式 我不知道這個更新會不會加進去 第一代Final 總之 它現在有了這件事 就更好 對 應該是給它下載 即是它已經有幾個支援 這個所謂Flex Mode 一定 所以你明白 為何他們不是 他們寧願專注在做好大陸的Apps 都不想這麼快 有些少少像是未學走才學跑 他們這次比較保守 一直都是保守 做好自己的基本功夫 另外Eric 我也可以教你Final的基本gesture 的操作 例如 你隨便開 我不知道 你開電話App 或者 電話App 電話App 對 你用兩隻手指在中間 這個 對 兩隻手指 不可以 找另一個 Browser Browser一定可以掛 對 中間畫一畫 它叫你選擇另一個支援Split Screen的App 你隨便開 其實我覺得 用兩隻手指直線畫下來 到現在為止 還是最容易上手的gesture 好了 現在你停留在這裏 如果你想拿個Screen Shot 其實之前 它是逼你一次過CAP兩個App 一塊Screen過 現在你可以用三隻手指 在你想Screen Cap那邊畫下來 即是可以單獨拿一個App的Screen 對 好有趣 是不是很棒 這個 Just Use for Switch 這個又是 它在這裏教你 你當然可以繼續是整個來都可以 即是它還可以再在下面的score 或者是 就這樣 整個 全螢幕這樣拿出來都有 沒錯 這個是今次特地為Fine and Tool 而加入的一些新的gesture 我一直都說 OPPO在人性化方面 我這樣說 都不是第一 肯定是第二 這一方面 我覺得是值得給它一個like 他們的作業系統是Android 13 Colorware 13 是基於Android 13 大家剛剛都看到 我已經把Google的東西直接停車 它沒有華為那邊面對的問題 完全是支援Google官方的所有東西 只要一停車到Play Store 其他東西就很直接 即是買稅科的朋友就不用怕了 正確 正確 另外 再說相機的部分 其實兩塊螢幕都有一個自拍相機 開孔的相機 都是3200萬像素 所以大小螢幕都可以用來開Concord 另外 左上角開孔 另外就是外面的螢幕 它也是打正中間的 如果你出去 反光都可以看到 最後就看它後面那組的三相機 主攝鏡頭是五千萬像素 是用著Sony IMX890旗艦級的感光元件 F1.8鏡頭 當然有光學防震 然後有一個四千八百萬像素超廣角的相機 最後就是一個三千二百萬像素兩倍相機的相機 你知道哪一隻打哪一隻嗎 哪一隻打哪一隻 通常最小的那個 你看哪一部鏡頭 這個應該是長焦 我猜的 大家都看到這裡的標籤 是有Hasselblatt的標籤 剛剛都說過 這麼多間手機廠來說 Oppo那種偏向自然一點的處理方法 我比較喜歡的 這個底下的就是主攝 你是不是? 剛剛試了 應該是 最原始的測試方法 最簡單,一定是這樣試到 值得一提的是 Oppo都有在FINE N2 加入了Mari Silicon X的影像處理器 這個處理器幫助你拍攝4K Ultra HDR的影片 以及4K Ultra Night Video的影片 主要是在拍片中 再做一些加持 當然 Eric都發現了 都是可以用後面主相機來拍攝自然的 因為你是可以開啟到這個 全螢幕 看著自己 沒錯 現在 B Cam也儘量盡量就 Eric 對 最後 處理器 Snap Dragon 8 Plus Gen 1 還未到Gen 2 始終這個大項目 沒有可能 這麼快 立刻 進入最新最新的處理器 但是 8 Plus Gen 1 已經是非常之好 起碼好過 8 Gen 1 因為 8和8 Gen 1 和8 Plus的分別 就是生產商 基本上之前 用8 Gen 1 很快轉到8 Plus 因為熱力 都相差非常之遠 最後 講完其他普通的東西 雙喇叭 指紋解鎖 就是在Power 鍵上 講到Power 鍵上 我忘記了 上一代的Volume 鍵上 是在左邊 現在它一致地放在右邊 就是在Power 鍵上 不知好事或壞事 目前都沒有影響到我的 這次OPPO 為了讓大家盡用內的大型網 都特意做了一隻OPPO Pen的觸控筆 你可以另外買 這支支援4096級的額感 可以用來做相機遙控 即是有一個按鈕 應該是藍牙 用到11個小時 即是要差一點 當然要 最後價錢 分為12GB RAM加256GB儲存空間 以及16GB RAM加512GB儲存空間 兩個級別 便宜的是$7,999人民幣 和上次差不多 再貴一點是$8,999人民幣 都是非常進取的價錢 我真的要強調一下 暫時戴摺機來說 好像是最便宜的 因為小米都在說$9,000多 一百元 沒錯 正確是今天還是昨天 三和電器 我們先達的好朋友 都已經拿到貨 人家剛剛才準備開售 他已經拿到貨 真厲害 所以我沒有記錯是$12,000左右 我不知道是高規格還是甚麼 一定是自己打下去 因為這些價錢每天都不同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直接聯絡三和電器 那邊 對 你覺得怎樣 因為Eric 之前都有用過Galaxy Z4 4 和3 都一小段時間 有 現在被你摸了這部 Final2那麼久 有沒有甚麼特別的感想 特別的感想 就是你剛剛提到 這個比例的確是比較好 例如這個 起碼前面這個螢幕比較闊 他提到這個鍵盤比較好 是事實來的 因為用Fold 我自己在外面的螢幕打字 其實是非常窄 這些鍵盤會硬排得很窄 所以如果真的想當一個正常直板機 例如是要突然間聽到電話 回覆WhatsApp 就算是單手 這個尺寸來講 都其實OK 所以它闊一點 反而是 我覺得應該是好感一點 但是整體來說 硬件上不能改變的東西 這些就是螢幕的大尺寸其實是很好 外面的夠闊 它裡面這個其實也是 打開了之後 是真的不重的 你說230多在數字上 可能好像和iPhone 14 Pro Max 那麼大部機 是更輕一點 但是 你始終都要考慮到 它是一個大螢幕很多的機 其實調戲會比較短 沒錯 你起碼可能我們常常 會上去的網站 在這裡 改一些東西 或者是看一些 大小小的PDF 這樣有一個7.1吋的螢幕 是真的舒服很多 沒錯 有相機 我們之前試過的OPPO Find X5 Pro 確實知道它自己做的馬里納海灣 Para Silicon X 對 那個相機的處理 其實真的厲害 所以現在 就算是接機 也可以享受到的話 證明現在是 你肯付錢的 最棒的東西 都基本上 沒錯 能夠取得完 基本上沒有什麼犧牲 重量都更加接近普通手機 沒錯 所以我很期待轉用這部機 當作我主力用的機 這麼快 很慘 怎樣 這部很慘 不是的 但是 我也有 因為小米這個 事實上 我看影片一定是 畫面會比OPPO大 這個 這個就沒得爭 因為開了之後 闊度、高度都贏了OPPO 但是 如果我想要一部輕一點的電話 接機 一定是OPPO贏的 相機方面 我比較好奇 始終小米這個 至今仍然是全球最薄的大接機 這方面 弄到要犧牲了主相機 鏡片 為了做到薄 令我覺得很容易就變形 拍攝人 我稍微去到側一點 就已經變形 所以這方面 我期待 拿OPPO這個 做一個直接的比較 看看是否有得足夠 如果拍照更正常一點 我當然會直接用OPPO 但我都會掛著腳架 如果有辦法直接貼腳架 在OPPO的殼上 我都想不到會有其他問題 很有用的腳架 吃東西在看影片 真的很方便 腳架也很硬 在大屏幕的模式下 這樣可以動起來 是開心的 如果大家對OPPO Find N2有什麼問題 記得在留言區發問 我們都會盡量為大家解答問題 或者你也可以直接上來 我們Telegram的群組 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對摺機有什麼特別的看法 我想今天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下一集 和大家繼續 Engadget Update 拜拜